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皇后 皇上是既希望我们贤良淑德 又要美貌出众 又要简朴持家 又要有勇往之前的勇气 她这要的是女人 还是神人呢 那么我们的复查皇后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女神呢 让我们一探究竟吧 Lound 1 出到了殿堂 留得住真爱 复查皇后轻松hold住昆宁宫祭祀的大场面 放在当代就是霸道总裁们心中的完美太太呀 到了晚上呢 皇后还得有本事让皇上在三千家里之中翻了自己的牌子 这是什么概率 三千分之一的概率啊 什么是真 这就是真爱 Lound 2 生得了皇子 赢得了妃子 永连乃朕之嫡子 你为皇太子 前楼月年 七月初二 复查皇后生的二哥 这待遇真的是没谁了 虽然不幸妖折 但皇上经承托皇后的牌子呀 重新振作后的皇后娘娘定会再生几个二哥的 高贵妃根本不是狗 她娘娘我端庄大气的三言两语让你分不了身 你应当好好管好你身边的人 连一只狗都看不住 受害者 难道连质问的权力都没有吗 好好避你们思过吧 皇上 Lound 3 尊得了皇佣 整得住后宫 你看着处置吧 真相信你的眼光 臣妾身为皇后 必定要以身作则 减轻长春宫的用度 所有变卖的银两 全部捐到善堂 抚养那些无家可归的孤儿 皇后勤勤恳恳管理六宫事务 处处提许皇上 皇后还有什么别的话 要跟真说吗 皇上日理万机 要保重龙体 皇后啊皇后 这种打压定手的机会就这么完美错过了呀 皇上 赏我去了长春宫 原来是她呀 哎 皇后明明没打小报告 却无辜躺枪 这功力的事 真是没法独善其身 你不惹别人 别人要弄死你 她是天子 怎么能整日替这些妃嫔分辨是非 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真不想听你们辩解 所以就需要皇后来决断后宫之事 镇压这些正日作妖没事 找是伤存小条来回蹦他的妃子们 谁在兴风作浪 本宫定不会放过 如此看来 复查皇后的确是一位英雄的皇后 一直后事如何 看大型古装宫廷大喜 延喜攻略 见证皇后如何在重重危机之中 依然稳坐长春宫 旨在想起家 那周四